假造的昆仑君世界极限格鬥系列赛 东莞战斗比赛现场 我是昆仑君 乔博 大家好 我是刘文博 Pash柏林对纳比二番战 同时两位之间的胜者 即将要和中国的选手李壮壮 争夺入围昆仑2016年诸神之战 16强的入场券 第一局比赛开始 蓝方Pash柏林 红方Nagby 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 Nagby是赋予乌克兰名将恩瑞克 刚才是Pash柏林不小心滑倒 比赛继续正常进行 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 不仅仅是一场对决 更是一场二番战 因为之前Viktor Nagby 是曾经击败过Pash柏林 而且是在2014年 就在那一年 正是因为这场的败季 让Pash柏林止步于严度的发强 我看Pash柏林身高更占优势 然后Pash柏林的直线拳法和腿法 会更多一些 押忍 押忍 两人尽身的缠暴 这场比赛 二人的胜者即将要和中国的勇士李壮壮 来稍后夺取建军十六强的拳权 场赛毛竟宇来提醒大家 提醒双方运动员 不应该有长时间的搂抱 而在昆仑爵的自由搏击比赛规则下 双方在搂抱的时候 场赛要分开 可以推开之后 直接可以予以击打 那个比喻是不断的向前压进 然后不断的将对手挤到绳边 押到绳边 阿吉Pash柏林曾经击败过一系列的名将 包括Alex Cosmo 重拳击辅 Pash柏林看着 给我们直观的印象是他的节奏并不快 但是呢 我看到他的初拳 特别是他的击辅拳 非常的重 我们看Pash柏林的这个长距离的控制 还是相当的不错 看Nagby暂时还没有找到 进出或者有效打击的方法 Nagby不停的向前逼近 Pash柏林来看 特别是Pash柏林的前手 对于腹部的勾拳 以及他的后手的重拳 同样是击辅拳 非常的重 是的 Pash柏林的赢击打得也很非常的准 Pash柏林的赢击非常有意思啊 他除了头部的赢击还有肌辅的赢击 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 一个转身的后动腿 漂亮 打到了 Pash柏林几次的这个赢击全部打到 非常成功的战术 停在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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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局 比赢开始了 漂亮的连续的组合拳 看赢击 看似是Nagby开始啊 想要去战举先机加快节奏 但是没有想到 在这一回合看到 Pash柏林他的节奏 明显的跟第一局非常的不一样 加快了非常 明显的加快 Pash柏林 Pash柏林 能否发挥自己擅长的泰拳的体系 也就是拳脚机的连续的进攻组合 高草屁非常危险 两人这时候进入了白转化的状态 拳打得对攻 Pash柏林几次的赢击 Pash柏林从不畏惧任何强大的对手 是的 好 好 在这几轮的对攻当中 Pash柏林是占据了更多的优势 多次的迎击命中对手 又是一击迎击 拿比现在也是加强了自己后手拳 但是连续两击后手 再次的左右直拳 迎击 那么对于Pash柏林来说 能够做到像Pash柏林这样的非常果断的迎击 那么刘伯需要哪些的素质 必须要眼疾手快 有时候我们说的是胆大吸气 这是特别重要 因为你迎击的时候 你将冒着被对手打中的风险 所以说必须要时机和这个位置都特别恰当的时候 这个迎击才会有效 刘伯的对攻 刘伯的对攻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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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还是要凭借自己非常稳健的节奏 紧身 实施自己细法的优势 刘伟 连续的后手拳迎击 来去Pash柏林 纳格比希望打一个全身力量的这种轮摆 来给对手更大的压力 但是多次轮空 两个人又是拳法的对空 好不退让 Pash柏林再次的占据了优势 看纳格比达到了 漂亮 现在还是又是Pash柏林连续的重拳 一走进 好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决胜局 长大毛俊再一次提醒双方不要有过多的漏法 好 第三回合 可以说是甚至要求双方不要有落报 是的 纳格比高扫踢 Pash柏林想必还是要采取自己惯用的重拳的迎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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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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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再次的迎击非常非常大胆啊 双手下垂 右低深入 动动动 再次的后手拳迎击 好 十一秒的时间 十秒 拿个屏 展开最后一轮的攻势 马斯波林 最后的重拳压少拳 比赛接着 这场比赛 马斯波林显出了一个非常坚定的决心 不仅是晋级 更是复仇 战术贯彻的也是极为完美 高速摄像机的慢性回放 我们看到双方对拼的时候的精彩镜头 步伐到深伐到重拳 阿斯波林 发挥是极为的充色 但是我们还是要再等待一下 我们的最后的判分结果 三十比二十 这就是BOP And the winner by The Blue Corner 蓝风生 那这样呢 在这场半决赛当中 马斯波林的牛仔成功地复仇了梅克多 闯入了最终的决赛 阿斯波林的牛仔成功地复仇了梅克多 阿斯波林的牛仔成功地复仇了梅克多